第一众人,不孝敬父母,甚至辱骂打骂父母,此位第一众,处不如的人,第二众人,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恨不得跪下来,拍胸拍腐,表示感谢并承诺按时还钱,到还钱的时候,避而不现,以种种理由推脱,甚至关机躲避,赖账不悬 畜生行,第三众人,你帮他识高兴,你不帮他识就反脸,涉及到一点点利益就立马黑脸的人 无德行,第四众人,不懂得尊重别人,以自我为忠心的人 这几年投机倒把,弄到几个钱,认识了几个厉害人,觉得所有人都不如自己,习惯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 为了自己利益损害,大家利益懊恼,每天都要你好看,在弱者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 损人害虫行,第五众人,十件是你对他做好了九件,有一件不如他的意,就翻脸,和人相处 从不记得对他的好,只记得不如意他的地方,对朋友给他帮过忙,为他开销过的,从无感恩之心,认为捡得应该的 眼狼行,交到以上的几种人,你的人基本毁掉一半了 一定要交四位朋友,一欣赏你的朋友,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鼓励你帮助你 二有正能量的朋友,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陪伴你,开解你 三位你领路的朋友,愿意无私引领你,走过泥泞,迷雾 四会批评你的朋友,时刻提醒你,监督你,不希望你的人路走得磕磕绊绊 这五种人,请深交一辈子,喜欢主动买单的人,不是因为钱太多,而是把友情看得比金钱重要 合作时愿意让利的人,不是因为笨,而是知道分享 工作时愿意让动多干的人,不是因为傻,而是懂得责任 吵架后先道歉的人,不是因为错,而是懂得珍惜 愿意帮你的人,不是欠你什么,而是把你当真朋友 有多少人忽视了这简单的道理,又有多少人觉得理所当然 今你嫁的人,事前事葬你的人,感人 俗语说,一男一女一枝花,多男多女是冤家 爱,不是索取,而是感恩,是无私的奉献 用感恩之心去爱自己的另一半 用奉献之心去浇灌爱之花朵 用心去经营自己爱的城堡 家庭,纳摩,幸福将跟随你一一式 前五百次宁谋,才换得金擦肩而过 从前有个叔,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 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 书受此打击,一并不起 这时,路过一游方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看 书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 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 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 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个坑,小心翼翼把尸体掩埋了 僧人解释道,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 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 她今和你相恋,只为喊你一个情 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一事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 那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书大悟 涅槃经曰,善男子,知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远离恶因 因果是一切佛法的根基 没有因果,西方净土佛国会轰然倒塌 万千佛菩萨绘画未虚无 人世间最大的心灵鸡汤也会索然无味 那么,因果从何而来? 佛说,她是前世修来的,金种种皆是前世因果 那一日,文书菩萨画人行从屠夫家门口路过 现机人正在奋力勤 只是那心中恐惧,四处狂奔躲避,众人有些力不从心 菩萨上前对屠夫道 何必雇佣那么多人 我杀,一个人就足够了 屠夫不信,让菩萨掩饰给他看 菩萨也不推辞,直接以人名去换那头 没想到那应生而来 一棒在文书菩萨身边 屠夫大惊,连忙说,不杀这头 于是文书菩萨又以人名去换另外一头 谁知那头也驯服地跑了过来 照样一棒在文书菩萨的身边 屠夫现后又惊骇地说,不杀这头 原来,文书菩萨先后所喊的人名 正是屠夫父母的名字 屠夫的父母前也以杀为业 死后都入了处道,变成了 在佛教里,世间有情众皆在六道之中轮回 那屠夫的父母正是因为前世杀而堕入处道的 除于处道以外 还有天道阿修罗道人道恶鬼道的玉道 其中处恶鬼地欲称作三恶道 天道阿修罗道人道被称为三善道 推动中在六道中轮回的事业 也称业利业因 入处道的业因主要是杀吃邪淫吸毒 入地狱道的业因主要是称杀人毁谤正法及佛 入恶鬼道的业因主要是贪偷道赌博等 也有以食善和食恶作为业因的 食善为不杀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言 不起语 不两舌 不迁滩 不称会 不邪见 食善的反面为食恶 行食善者可入三善道 行食恶者必入三恶道 总之 欲知前是因 今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今作者是 因此 世间一切有情重并非彼此孤立 大家同处因果链条之中 以各自的善恶招感相应的果报 从而影响人命运 辱爱我心 我脸辱色 经百千节 常在禅妇 莫然回首 命中牵手之人 正是那个上辈子葬你的人 注意 如果梦到这六种梦境 千万别出远门 无论什么年纪的人 都会做梦 这是一种正常的理心理现象 做梦的基础是人在入睡以后 大脑中一小部分细胞仍在活动 有的时候梦也能反映一些现实的东西 或者揭示未来 如果你梦到这六种梦境 尽量还是不要出远门了 梦见房子屋漏倒塌 梦见房屋倒塌破损漏水大门 或者墙壁被破坏这种梦境 意味着运势和家道有衰落的现象 就算单单梦见卧室倒塌 也是不吉利的 意味着夫妻感情不和 梦见这类的梦境这段时间 最好不要出远门 应当在家中躲避不及 二梦见交通灾难 例如梦见自己乘坐的 大巴车飞机火车等出现事故 这类梦的预言出现的准确率极高 多数能展现很多即将要发的事 梦见这类型的梦是一定不能出远门的 三梦见自己大量流血 这类梦境是大凶之兆 遇是卓慧有不可预料的事情突然发